气象局就预测30号开始 也就是礼拜三开始呢 寒流即将发威 南部的这个农渔民如临大敌 高雄沿海的养殖业者 担心发生寒害 赶紧在余温注入了温水 再加装挡风罩 避免石斑鱼冻死 不断往余温注入温水 增加水位减缓水温降低 气象局预测30号起受寒流影响 除了恒春半岛之外 全台气温几乎都降到10度以下 这让南部的农渔民相当紧张 纷纷启动防寒害机制 过去低温来袭 造成高雄永安养殖渔业严重损失 这次提前做好防寒准备 价格较高的石斑鱼 雨温旁架起整排黑王挡风 丝毫不敢掉以轻心 比较担心就是寒流温度低 然后又延续下雨 没有看见太阳 那我们就心里就会有一点害怕 来到屏东正值产席的莲雾 对于低温特别敏感 火力小的莲雾都要套上纸袋 灌溉设备喷洒出来的 都是温暖地下水 灌住果园来保暖 也搭建起防风网 围绕田区四周阻隔寒风 比较空旷的地方 洒水或是一些防风网 来防止这个寒流的危害 而对于枣子来说 在十度左右的低温 反而更能增加甜度及口感 这个时候农民们 得小心进行温度调配 避免寒害产生落果 又能让枣子香甜好吃 适当的寒流来 它做到它的果肉 農漁民启动防寒措施 希望在寒流期间 把农损程度降到最低 安然度过 华盛新闻 黄玉富 周梦瀚 许文南 高雄屏東报道